AI新创产业目前在我们台湾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 像是台湾的新创环境 目前还不如全球前顿般像是新加坡 在台湾本身的市场其实也不大 另外虽然AI很可能为传统产业带来改变 不过这需要传统产业的领导人可以接受更新的想法 同时AI新创公司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资源比不上科技大厂 这会影响到AI新创产业的竞争力吗 来看今天的华氏会客室 今天想来杯国际级咖啡大师冲泡的咖啡 模仿2016年全世界的手冲冠军 等一下喝到的就等于说是一个世界冠军的手冲咖啡师 帮你冲住这一杯的咖啡 听到就有一个音乐 这杯咖啡就可以冲住完 透过的app就可以帮你设定出你的个人 个人喜欢的一个咖啡口味 你在这一家店喝到的味道 你在下一家店可以喝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手机app预先记下你最喜欢的咖啡怎么泡 不管你到哪间分店都可以喝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传统咖啡要结合AI科技 挑战当然不小 我们是算传统产业 所以我们在接触这个产业的部分是算很陌生 所以在不了解的状况下 要把我们的产业跟AI来做结合 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磨合 透过AI的一个收集情报是24小时不间断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成千上万笔的资料 来做交叉比对以后会有更精确的一个准度 繁杂的工作交给AI 传统产业就有机会优化转型 那么本来就拥抱创新的AI新创产业 挑战又在哪呢 我们台湾因为本体的market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应用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吃香 但不仅如此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出色的AI都到国际上做发展 比如说以色列要到芬兰去 那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台湾本身在做技术这块 其实是非常的有优势 现在的AI已经慢慢的变成模组化 变成说我只要某些功能 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做拼接式的一些串联 原本是盖一栋大楼需要非常多的建材 其实现在我只需要里面的非常漂亮的厕所 来满足我这个企业 上市所的地方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可以降低这个产业 台湾的AI新创产业 如果让进化的AI来帮忙 就不怕资源不如科技大厂 它会试着用大厂的一些资源 然后来做一个新的动面的应用开发 那要不然也有一种状况 就是跟它做接力赛 它可能做了一段之后 然后我去做后面的接力赛 换言之不要硬碰硬 而是要借力使力 台湾的AI新创产业 可以发挥的地方 还多着呢 华视新闻罗里云薛松前彭冠林 专题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